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猪肠粉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30克的小虾米,倒入清水浸泡 接下来准备几粒红葱头,先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大约50克的叉烧,把它切成小粒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青葱,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大碗,加入80克的粘米粉 40克的木薯粉 再倒入300毫升的清水,把它搅拌均匀 边加入边搅拌 像这样就可以了,先放一旁备用 热锅倒入多一点点的油 油热之后放入红葱头 用小火慢炸 把红葱头炸至金黄色,需要大约7-8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色后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锅留下少许的葱油 加入小虾米爆香 爆香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酱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红糖 一勺葱油 4勺清水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热锅倒入酱汁 开大火把酱汁烧开 烧开之后倒入碗中,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模具,涂上食用油 然后倒入面糊 然后倒入面糊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撒上小米 叉烧 葱花 蒸锅水烧开 把模具放进来 盖上盖子蒸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把它取出来 然后用刮刀慢慢的把它卷起来 卷好之后放入盘中 重复同样的步骤多做几条 撒上一些爆香后的小虾米 再撒上一些炸好的葱头 最后再淋上酱汁 香喷喷的猪肠粉就做好啦 猪肠粉这样做Q弹滑嫩 配上炸好的红葱头和小虾米超级的好吃 口感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